我請客觀看 好 那那個 就算以我們來看我們當然有看 這個局勢當然是在整個各部會的原先的 插盤等各種情勢之一 那我們會繼續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那這部分不管怎麼樣子 我早上不是提到過嗎 我們必須讓我們的這個產業轉型的體制做的更好 那那一部分 那不管如何 剛剛AIT的主席 AIT的這個美助長在台灣也去發言 說這個我們跟美國的這個合作的關係會持續 那我們相信這個在長期台美的關係 在這件事情上面應該會能夠持續 那經濟部也會持續努力 部長你幫我們談一下關於貿易這一塊 因為我們都知道川普的做法是比較是壁壘主義的 那對於這個我們之後會有些增加一些可能關稅增加 對台灣的包括說電子產品的出口是不是會受衝擊 那會有什麼樣的營運措施 因為我們也看到今天台股整個電子股是整個往向盪的 那不是只有台灣而已 全世界都遇到這部分的影響 應該要這樣子來看 那對我們的出口有什麼樣的嚴厲策略 我們原來在WTO有ITA extension 那那一部分這個原來我們就已經對那裡提報 各種的這個關稅的調整等等 所以那一部分我們那一塊是屬於國際的合作 那那一部分的推動目前看起來比TPP等等的 它的進展更好一點 所以會不會直接衝擊到台灣對TPP的這一件事情 我們不再向美國透觀了嗎 沒有這個我想不管怎麼樣的情況 台灣跟美國的這個金融關係 必須長期維持 那我們也會持續推動 可是我們進行後 跟中國之間的那個貿易摩擦 會不會影響到台灣中間才的出口 現在不知道 但是我們能至關其變 在這件事上 會有影響 我們不知道它真的情況會怎麼樣 那所有的嚴厲配套措施 都已經有出來了嗎 沒有這一部分我們還會進一步的 跟其他部會做提示 不想一直進一步的等待 或是進關係天會不會太不提示 準備要開會 我們已經在做了 你說這沙盤會演戲中心 謝謝 謝謝